李萱 怎么了 云朵她睡了没有 她刚睡 对了 这是艾草 你放在窗户边 可以驱蚊子的 是吗 谢谢啊 这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想放一点在教室里面 不用了 我已经放过了 对了 还有这个防冲膏 很管用的 这里的人都是用这个 涂一涂就会好了 我留给你们吧 谢谢啊 你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 你不要跟别人说 其实我是从老乡家偷回来的 不会吧 那 那你赶快还给人家吧 我在逗你呢 跟你开玩笑的 难道我说我是小偷 你都会相信吗 你说的话我都会相信的 我 我 那如果我说 我对你 雨萱 我们这样说话吵到云朵了 时候不早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谢谢啊 嗯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们 想过 要不要就这样解脱 难过 忍着不说 不代表我软弱 如果你和我终未遇见过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啊 不好意思 我没见过 谢谢 你好 麻烦你帮我查一查 有没有一个大人叫江百合的 带着一个小朋友 叫云朵的来看病 好的 我帮你查一下 谢谢 江百合 江百合没有 云朵也没有 都没有记录 谢谢 不客气 我爱情也分与说 那么说他一定是我 想和你在天高海阔 为爱执着 想和你在天高海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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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事吗 我看你最近教课挺辛苦的 云朵上学也辛苦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 来补补身体 山里的野味 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 还希望你小拿 拿走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我跟你说 拿走 快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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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东西啊 看起来是难看 吃起来很好吃啊 快拿走 好好好 我拿走 我煮好了给你送过来啊 你等一下 青蛙山上有寄生虫 吃了会生病的 而且它们是异虫 你应该保护它们 放了吧 我 你知道我抓了多长时间吗 弄这么一刀子不容易的 答应我 放了它们吧 你说放就放 等一下 谢谢 我让你擦鼻子 流鼻血了 好 最近上火 谢谢 别站住 那儿还有一只呢 那我走了 我从济世起 就没有见过我的父母 我从济世起 就没有见过我的父母 但后来在孤儿院 碰到一位老师 他开导我 他教我学唱歌 教我弹琴 他希望我 能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表达自己 跟其他人沟通 从而打开自己的心 他对我很好 我也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一直想着不能让他失望 所以我就特别用心地 去练习弹吉他 但有一次比赛 我感觉我拿不到第一名 我真的非常地担心 怕他会嫌弃我 所以 我就故意把琴弦剪断了 他别担心 それは永远之子 是这样吧 能做得好吗 跟新闻之子 先不順哪 一个王ríld 老师 pierola 他看着我 什么都没说 然后老师就冲了出去 帮我去买新的琴弦 可是一直等到比赛结束 我都没有看到他回来 我以为 他是因为我不争气 而嫌弃我 不要我了 但我后来才知道 他在回来的路上 被车撞死了 这把就是 当年被我剪断琴弦的那把吉他 在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探过他 来 姐夫 你是不是说过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啊 对啊 我要上学 上学 你连小学都没读过 上什么学啊 一点基础都没有 所以我才要去打基础啊 我要去咱们村的小学深造 正好咱们有这个条件 你这是动机不纯 说穿了 你是冲着人家百合老师去的 也不是 你想啊 我在学校里头上课 读书 抽点空闲时间 能帮学校里修修门窗啊桌椅什么的 那百合老师跟雨萱 就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们 而且雨萱如果是病了 头疼脑热啊 呕吐发烧啊 我就顶上给孩子们带带课啊 我说你嘴上留点得行不行啊 干嘛咒人家啊 我就是打个比方 虽然 我对你上学的动机有所怀疑 但你的话 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是啊 你可以到学校去 但是 咱们得约法三章 十章都行 第一 在学校 一切要服从雨萱校长的安排 行 第二 绝对不许惹百合老师生气 我不会惹他生气 第三 在课堂上 跟学习无关的话 一句都不能说 为什么 为什么 我问你做得到做不到 做得到 行 在学校啊 一定要好好学习 还是那句话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这书中啊 不光有黄金屋 还有大美人呢 姐夫你说得太对了 你小子 你看我 天天要是不看报 不读书 就跟没吃饭一样 你吃饭就是报纸是吧 这叫精神食粮 行行行行 精神食粮 精神食粮 你这份精神食粮 吃了有一星期了吧 滚 人家 在家里面看见 你这最后想念 你不想念 这是你今年的搜寻 是想的 你这不是还要吗 你这帮我感到一 airline 呢 你和我从未遇见过 没错 违法生活 也许各自守护 眼泪在黑暗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现在刚到云山镇 准备去云山村了 知道了 你在那边呢 有种安全 尽快回来 好 放心吧 哥 不给你多收了 你现在在哪里 我弟弟现在在云山村 你马上赶过去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尽量把他留在那 不要让他太早回来 好了 我们准备上课了 你等我去吧 大家都拿出自己的课本 借我看看 同学们 请把课本翻到地 地瓜 等 老师你好 今天我是来上课的 上课 对 村长说 说知识能改变命运 所以今天我来改变我的命运 我跟他说过了 他已经批准了 要不然我让他过来 跟你打个招呼 不用了 不用了 不过有一点啊 你要保证 不在课堂上做无关的事情 影响其他同学上课 我 我一定遵守课堂纪律 一日为师终身为母 我 我 好了 你坐下吧 你还没有课本吧 对 我还没有课本 小朋友们 你们谁愿意将自己的课本 借给地瓜叔叔啊 我不愿意啊 山娃 你和云朵看一帮好不好 谢谢山娃同学 不谢 明天要不去你吃猪头肉啊 免了 好了 我们翻到第十六页 到了 好好 停 停 停 大家下车 赶紧把东西搬进去啊 慢点 明天 快点 白河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之前在网络上面 发了一些关于学校的资料 得到好多关注 有好多人纷纷献出他们的爱心 赞助了好多的教训用品给我们呢 太好了 同学们 你们有新的礼物 快过来帮我啊 快过来 来来来 快过来 坐过来 快点 两个一起 两个一起啊 慢一点 小心一点啊 我来 谢谢啊 没事 来 小心啊 为什么地瓜会在这里呢 她上课 上课 来 来 小心一点啊 这是吉他吧 可惜啊 这全村啊 没有一个会弹的 要是弹棉花的 倒是能找出一大堆来 太可惜了 来 去吧 宇轩校长 这玉米和地瓜都熟得差不多了 百合老师怎么还不过来啊 他说他有一些东西要回去拿 应该马上就来了吧 哦 宇轩 这把吉他 是好心人送给孩子们的爱心 你也说过 你也说过要尽量让孩子们得到快乐 我不想你只是把他闲置在房间里 落灰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听过宇轩校长盘棋呢 没有 没有 那你们想不想听啊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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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 这儿就弹吉他 同学们 想不想弹棉花 帝瓜 帝瓜 同学们 我们现在做一个游戏好不好 好 雨萱老师现在弹琴 你们所有人都把眼睛闭上 谁先睁眼谁就输了 好吗 好 那把眼睛都闭上了 都闭上啊 都闭上 看谁没有闭上 你看你看月亮在笑 天边有座美丽的桥 那是爸爸妈妈的辛劳 那是我们的骄傲 风飘飘啊 云飘飘 伴着我们的欢笑 阳光照耀 月亮翘 那是希望的好角 阳光照耀 月亮翘 那是希望的好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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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女孩 我也是刚到这里 没有见过 不好意思啊 好 大姐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女孩 没有 您看仔细一点 这个大的叫百合 小的叫云朵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啊 没见过 谢谢啊 慢点吃 云朵 百合老师 快 百合老师 你来来来 快快快 怎么了 村口来了一个人 打听你 还有云朵 什么样的人啊 就一男的 头发有点那样 然后个子高高的 长得挺干净的 爹光 你千万要拦住那个人 不要让他找到我们 你放心 百合 这种事就得交给我 好 帝瓜 千万不要动粗啊你 明白 有什么事吗 没 没什么 雨萱 你先带孩子们玩会儿 我有点累了 我先回去了 你不能… 你会怕 有什么事吗 你能不能打算 你是否 виде 你必须 有什么事 你能 Burn 你快快去 我 把你的 大哥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女孩 一个叫百合 这个叫云朵 你见过她们吗 你去她什么人 你认识她们 你能带我去见她们吗 不认识 没这人 走吧 不 大哥 真的 这两个人对我很重要的 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下吧 谁是你大哥 我跟你说没有这个人 走吧 没关系 那我自己找吧 我们这村里呢 是有规矩的 外人不能随便见 我真是有急事 您行个方便吧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以为我是劫道的 我像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请您行个方便 差不多就行了啊 我这个人脾气出了名的不好 你别蹬鼻子上脸 是他们的强烦 那好 怎么回事啊 听不懂人话是吧 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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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怎么突然那么紧张啊 没事 我累了 想歇会儿 那个 你先去给学生上课吧 好 我先去 杜伯 早饭没吃 中饭也没吃 回家吃饭 你先去私 我先去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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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该吃饭了 我不饿 多少都吃一点吧 那我把饭菜放在这里 你饿了的话 就自己吃一点吧 好 那我先回去上课了 大叔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谁呀 一个叫姜百合的女孩 姜百合 这名倒是挺熟 可是你突然这么一问 我咋就想不起来了 你想想 就是她是吧 姜百合还有旁边这个小孩 叫云朵 我想起来了 我认错了 对不起啊 大叔 我认识 认识 你再想想 你再问问别人吧 你再认真想想 再问别人 谢谢啊 干得好 干得好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干吗要这样为难我呀 我不为难你 去吧 去吧 大姐 大姐 你好 我想跟你打听两个人 两个女孩 百合 云朵 不认识 不认识不认识 要什么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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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你再给了 不认识了 雨萱 你帮我去找找地瓜吧 她去了好久都没有回来 我担心她出什么事 地瓜 好 我现在就去找 谢谢 对了 来找你的 到底是谁啊 她是我丈夫 你结婚了 那为什么你要避开他呢 一言难尽 你还是先去吧 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没有跟你 我回家 我们家住呢 你别闹了 我没闹 我回家 你不要跟着我了 谁有空跟着你 我住这儿 我是真的要找到这两个人呢 别闹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是 我是宁夏的哥哥 我们之前见过面 我记得你 你怎么在这儿的 我在这里教孩子们读书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这儿找人 对了 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这里没你什么事啊 你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过来 那你看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见过 我见过 但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 离开了 他们去哪儿了 这我就不清楚了 就是说 所以之前你们在这里 是碰见过的 对 他们之前在周姐的家里面 住过一阵子 周姐姐 你能带我去一下吗 宇全老师 我是不是最近 对你太客气了 喂 你先回去吧 学校的老师 有事正找你呢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真的 真的 我带你过去吧 好 就是这儿啊 对 百合带着云朵 就住在这儿 他们住了几天 只住了一阵子 我好担心他们 是怎么睡觉 怎么吃饭的 怎么吃饭的 这里的条件 虽然比你们城里面差 但这里的人 都挺热心的 这家给你一把米 另一家给你一捆柴去取暖 所以生活还是可以的 在这儿了 你不想念 我可以了 你不想念 你不觉得我 我把所有的水 都走得好 你不想念 为什么 我可以了 你不想念 你不是你 你不想念 行 你的时候 你不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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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会回来吗 我也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住在这儿 住在这儿 我想在这里等他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麻烦你帮我这个忙 随你便吧 谢谢 雨萱 宁夏结婚了 宁夏 他嫁给谁了 是我哥 黎天 那太遗憾了 我没能参加他的婚礼 学校的时间太忙了 这里通讯又不方便 可能他联系不到我 宁夏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你下一次到枝江 去看看他吧 什么 雨萱把他带到周姐家了 你是没瞧见他那个熊样 灰头秃脸的 跟个要饭的一模一样 跟我说话还特别不客气 你怎么怎么怎么 我抓起来 鸭呀 一个大杯 跨就摔地上了 我说你服不服 服不服 他说服 服就好玩 不能在村口欺负人 而且我要想起你那句话 不能动粗 白河老师 我是不是坐厕什么了 没有 地瓜 谢谢你 你先回去吧 你这样我也不太放心 要 要不然我 我就在这儿陪你一会儿 待会儿 我这也 你坐 地瓜 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行吗 先回去吧 爷爷 那你有什么事叫啊 嗯 我再问一句 就一句 你跟那人到底什么关系 我怎么觉得你挺怕的他 是不是仇人 如果是仇人 白河老师 我地瓜帮不上别的忙 我现在就收拾他 我知道他在哪儿 地瓜 你别伤害他 不动粗 我跟他说 你已经走了 但他还是执意要住在周姐家 说要等你回来 你帮我照顾下云朵 我出去一下 但是 我不能 让我取过 我最后 你不帮我 你也否认了 你别 他就 你不得了 你也不能 如果你和我终未遇见过 没错 违法生活 也许各自生活 眼泪在滑落 什么也不用再说 回忆已足够如果你我 还有那句承诺 既然爱情曾来过 爱过还未离开过 那么请抱紧我 别再冷漠 别故意闪躲 如果爱情也分对错 那么错的一定是我 想和你在天高海阔 为爱执着 想和你在天高海阔 为爱执着 吃早饭吧 谢谢 睡得好吗 还好 其实你在这里等他也没有用的 他也不知道你在这里等他 可除了等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 去找他 如果你要找一个人的话 你肯定会找得到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会找不到他 你是说 他不想见到我 他故意躲着我 你还是自己想想吧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 他要走了 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真的不去见见他吗 世界里我一个人 冻结了灵魂 为谁有心疼 最初的单纯 你还是我最爱的人 心里最远在乎的人 我已长迷所有客 去烟完之后 百合 我走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 不再残忍 时间会衰去伤痕 请勇敢面对人生 一起翻过昨天 让爱永恒 熟悉的时间 熟悉的气氛 又让彼此 打开爱的心愿 不孤单 分岔口 不怕沉落 掀起了自尊 擦干净了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刚从芸山村下来 那你见到百合了吗 没有 没有见到百合 但是我能感觉到 他就在这里 也许他现在 只是不想见我 所以我想 暂时先不回去了 那好吧 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你现在到芸山了吗 到了呀 你不是让我找黎明朗吗 我到现在还没找着呢 他现在下山 你要想办法拖延他 别让他回来 放心吧 只要你不发话 他离不开芸山镇 在干嘛呢 我想了很久 总躲在这里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决定离开 其实问题在你的心里面 走到哪里也都是一样的吧 至少 他不会找到我 那我为什么却觉得 你好像挺期待 他能找到你的呢 你只是不知道 见面了以后 该怎么做 你这样 只是在逃避问题而已 只要他是真心要找你的话 不管你在哪里 他总能找到的 人不可能一下子 就断居所有的社会关系的 难道 我要一直躲着他吗 不是 我只是觉得 你应该找回自己的快乐 找回你自己 我知道你跟他在一起久了 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 你习惯知道他冷不冷 他什么时候觉得饿 什么时候想你 然后你就把这个习惯 全都带到这里 所以你才会觉得痛苦 才会觉得矛盾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把这些束缚你的习惯 全都放下来 然后重新开始 去发现一些令你觉得开心的 令你觉得自由自在的感觉 还有 云朵他现在的情况刚有一点好转 如果你就这样带他离开他的新伙伴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 他受得了这个刺激吗 好 何况还有学校的那些孩子们 也会难过的 留下来别走了 受一点委屈你就要跑 你这种行为跟小朋友有什么分别啊 好 你好 我找李明朗 就是你们李总 您跟李总有预约吗 预约 没有 您告诉他我叫林草草 不许不见 林总 有位叫林草草的小姐 她 你才小姐 好 我知道了 林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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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朗 曹操 我来找明朗 好久不见啊 曹操 听说你跟大华在一起蛮开心的 我也为你高兴 谢谢 你就赶紧告诉我明朗在哪儿吧 是这样的 我已经向公司的股东宣布 明朗暂时休假 但具体他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啊 那可能是他正忙着找百合跟云朵吧 要不你再试试 没印象 应该没来过 医生麻烦你 如果他们来找你的话 你帮我留意一下 一见到就马上通知我 这个是我的联系方法 带孩子来看病 孩子怎么了 这小朋友他得了自闭症 我听说您是这方面最权威的医生 所以我想他一定会带着孩子来看您的 其实这种病啊 如果不太严重的话 也不一定非到医院来治 有的时候换一个新环境 或者回到病人最熟悉的地方 也能恢复 最熟悉的地方 比如说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啊 对治这种病都是很有好处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知道了啊 找他明朗了吗 没见着 遇到黎天了 他说他也不知道明朗去哪了 这什么情况这是 先是百合 后是明朗的 你说最近黎家 怎么经出这种怪事了 我也觉得奇怪 你说明朗都不见了 他们家人怎么都不着急啊 真是 对了 刚才啊 黎天打电话 说呢 今天晚上 请咱们两个吃晚饭 怎么着 咱们两个一探究竟 不去 我跟你说 看见那个小三 我就想抽他一个耳光 你去 合着你就 把我一阵豁出去牺牲了是吧 我也就是把你当自己人看 别人我还看不上呢 那也就是说 对我有特别感情呗 明朗 快快快快 明朗 你终于肯出现了 是吧 很奇怪 我手机里找不到你的号码了 你知不知道周姐家住哪儿啊 周姐 对 就是云朵妈妈 好像住在什么 云山镇的云山村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 好了 谢谢你了 现在知道着急了 早干嘛去了 看到没有 别跟我提感情 你告诉我感情是什么 百合跟明朗从小青梅竹马 两个人共患难这么多年了 最后怎么样了 所以用离天的一句话说 男人的本性都属 朗 不是 就算是朗 我也是会太朗 可是我是朗洋洋 行 我跟你说 你 你就说这句话 我 我就自己单刀附会去吧 明智山有虎 我偏向虎山兴 我还怕你我 丁嫂 做鱼的时候啊 一定要少放盐 特别是鲈鱼 这个岁数大了 要以清淡为主 知道吗 好 有的人因为自己有病 吃不了盐 害得大家都跟着遭殃 你说谁有病 你没病啊 那你没病 你装什么病害人呢 你 爱吃不吃 丁嫂 这更年期的人说话别放在心上 对了 牛排三分手 是 刘总 来 陪你喝一杯 妈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大华 他现在可是堂堂的刘总 不是 那个 第一杯 我先敬表姑 刘总 刘总 当了老板才知道 您跟表姑父年轻时候真不容易 虽然你这个刘总和我这个刘总 没办法比 也祝贺你啊 有出息 大华 你能回来 我真的很高兴 这个家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吃饭了 那百合跟云朵还没消息呢 已经挺久了吧 是啊 按理说也应该玩够了 该回家了 可是到现在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个明朗也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找他们 大华 我记得草草和百合是好朋友啊 你问问他知不知道百合的下落 我们也不知道啊 不瞒您说 我还以为是您把他们给藏起来了呢 那明朗到底去哪儿了 黎天 你再给明朗打个电话吧 我给他打过了 他说过两天就回来 太太 您的牛排 丁嫂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是您总让我回来的 大华 这么多年在雷家辛苦你了 你光听哀骂 耳朵都长剪子了吧 丁嫂 是 太太 把这个端下去 重给我画一份别的 是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 中国人 吃什么牛排呀 多难吃啊 我们家老太太嫌这西餐难吃了 是不是你岁数大了 这哑口不太好使了 你说什么呢 叫谁老太太 叫我一生妈你能死啊 你现在想让我叫你妈了 我当时叫你一生阿姨 你不是还嫌弃我呢吗 不要过 你就是这么一个没教养的女人 你是故意跟我较劲是吗 我告诉你 姜百合过去对我是百依百顺的 你要懂得怎样做一个媳妇 我不懂 这百依百顺的女人都被你给逼走了 你是得多难伺候啊 反正我是伺候不了你 黎天 你听见了没有 她怎么对我呢 你 你应该教她一下 怎么做一个好媳妇才是 妈 她刚刚进门 什么都不懂 她需要时间慢慢试验 不迟了 表哥 表哥 大传 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陪我说两句话吧 我真的想跟你说说话 我想听你安慰我一下 好好的一个儿媳妇 好 也是让我给逼走了 我 好好地一个家 都快变成疯人院了 我真是 我真是混蛋 我真的不应该 打转你醒醒吧 百合云朵 你们回来吧 我知道我错了 我再也不会那样对你们了 大华 今天我请你到家里来 就是让你看看 现在的离家怎么样 你看 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 你来评判最合适 因为你以前在这儿待过 应该是最公正的 挺好 挺好 这个家 全都是我太太 她一手帮我搭理的 我只需要付钱就行了 对吧 亲爱的 静静有条 静静有条 大华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们 你为什么会喜欢明朗 你 她 她 这么关心明朗在哪里干什么 她给了你们什么东西啊 她 她给你的 我也能给 说呀 不 我们是真心佩服你真的 明朗也是真心喜欢你这个大哥的 别骗我了 我在你们眼中 就是个窝囊废 就是个废物 是个刺品 你跟我妈一样 口口声声鼠关心我 说心疼我 说什么都不让我做 其实 什么都给了明朗 全都把我当成傻子 你喝多了 喝多了 盯嫂 盯嫂 好 赶快呢 那个泡个啥给李天佑 接接酒 来来 李先生 我没喝多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我说过 谁对我不好 我都要加倍地还给你们 加倍地还给你们 我说过 一个人 一辈子做什么都失败 只要用一件事成功 死的时候就能安心 这件事 就是子女教育问题 一个人这一辈子做什么都成功 只要有一件事情失败 死的时候就闭不上眼 这件事 还是子女教育问题 本房 我们没有教育好了一天 百合 百合 云朵 你们在哪儿 快回来吧 我想你们 没想到你连木工活得会啊 条件艰苦 什么东西都要自给自足啊 其实这里学习的条件 也真的挺差的 课本都是高年级 传给低年级的 大家都是孩子 但是跟城里面的孩子相比 这儿教育环境差太远了 他们真是挺可怜的 所以我要用我最大的力量 去帮助他们 要是能有更多的人 像你这样想就好了 你放心吧 我已经在网络上面 放了一些关于我们学校的消息 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好主意 怎么了 没事 皮外伤 这你都流血了 有没有急救箱啊 有 在我宿舍 那个放杂物的柜子上面 有一个白色箱子 我去拿 谢谢 我去拿 谢谢 我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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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不要 比备 老过去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会弹吉他怎么不早说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读解音乐课了 但这个琴弦都断了 我明天去镇上买 我的手受伤了 弹不了 那都好了再弹 不弹了 如果孩子们知道 你可以教他们弹琴唱歌 他们一定会高兴坏的 我有好多年没有弹了 现在都不知道还会不会了 你为什么不弹了 其实我好像都没有告诉过你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教学 你不是说你是为了帮助 失学的孩子吗 也不全是 其实我从小到大 都是在福利院长大的 你是孤儿 比赞的